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经典的科幻片《透明人》 男主凯恩是一名天才科学家 在军方的授权之下 凯恩领导着组员开始进行衍生技术的开发 经过不断的努力 动物的衍生和还原实验顺利成功了 进攻验过后 凯恩希望和自己的前女友琳达重续旧情 然而却遭到了拒绝 隔天,凯恩向五角大楼汇报实验进度 然而他却隐瞒了真实的实验进度 并且决定私下进行人体隐形实验 将自己成为第一个实验对象 而实验也非常成功 凯恩完全隐形 期间,凯恩开始利用隐身能力不停地骚扰女组员 隐形三天后 组员开始对他进行还原实验 然而还原失败 凯恩为此也显息丧命 为了能让他接近正常人的生活 组员为凯恩制作了一个头套 随着时间的推移 被困在实验室里的凯恩变得越来越暴躁 于是不停劝告强行离开了实验室 回到家后 凯恩发现了对面的金发妹子 于是脱掉了衣服 悄悄溜进了妹子家中 妹子的下场可想而知 完事后 凯恩回到了实验室 却遭到了林达的警告 而凯恩并不会乖乖听话 晚上凯恩偷偷将进弄器上做了手脚 他偷偷溜到了林达的家中 却发现他和男友正在亲热 凯恩一怒之下打碎了玻璃 察觉到不对劲的林达发现了凯恩的小把戏 随后向军方负责人坦白了事实 等林达他们走后 凯恩直接将负责人推到水里给淹死了 更可怕的是 凯恩直接修改了组员的授权码 组员们通通被困在了实验室里 大家决定合力抓住凯恩 然而凯恩利用隐形的优势 不停地猎杀组员 林达的男友也遭到了攻击 危机时刻 林达救下了男友 然而两人却被困在了冷藏室 随后 林达制作了电磁铁 打开了冷藏室的门 他另起喷火器 找到了凯恩烧伤了他 却还是让凯恩给逃走了 随后 凯恩绕到女主身后袭击了他 关键时刻 女主男友出现 打晕了凯恩 凯恩捡起铁棍想要偷袭 却被林达男友架开 打在了电箱上 凯恩触电后 倒地献出了人形 随后 林达发现了凯恩制作的定时炸弹 而此时 凯恩一把抓住了林达的脚 两人一起摔在电梯上 随后林达仰着和他接吻 然后松掉了电梯 就这样凯恩掉入了火海 而影片也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就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